好的 观众们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龙氏清闻法制频道 每天上午的9点15到10点15 为您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 我们来帮大家好 我是冰阳 大家好 我是小陈 健康在线帮 在早上9点的时候跟大家又如约的见面了 今天咱们要说的话题跟水有关系 眼前一片全都是水 为啥 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跟水有关 咱们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对 跟女人有关系 跟女人有关系 但实际上我们身体当中 有三分之二都是由水构成的 只有三分之一是固体的 咱每一个器官可能都有水 那么多的水 对 但如果要是水过多了 积在某一个部位可能就要坏事了 过少了也不行 如果要是过多了积在某个部位 那真的就坏事了 我们常说的 身体某个地位积水可能会有哪些部位 我感觉听说过肾积水 负积水 脑积水 对 这不有的时候说人的时候说你脑袋积水了 对 就是这意思 脑积水也是这意思 没错 今天我们跟大家就聊一聊关于身体方面积水的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究竟我们讲的是哪个部位呢 到底是哪个部位积水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胸腔积水 那如果电视之前的您对于胸腔积水有任何这个问题的话 或者是家人和朋友正在饱受这病痛的折磨的时候 那欢迎您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医生 他到底是谁 王连之中华医学会结合并分会试验学组委员 中国防劳协会临床专业委员 学校与儿童结合并专业委员 NTM学组委员 中国医塑会结合分会临床专业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结合分会内科学组副组长 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介入学组委员 黑龙江省防劳协会理事 哈尔滨市防劳协会常务理事及临床专业主任 哈尔滨市医学会结合并分会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市重点结合科后背带头人 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首届龙江明医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结合四病区主任 欢迎王主任 欢迎王主任 今天咱们大家第一次了解胸腔积水这个话题 是的 刚才我也说了这个人体当中的水特别的多 那水多不是正常的事吗 那胸腔积水为什么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呢 王主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胸腔积液 正常人体胸臂与肺脏之间有一个胸膜腔 这个腔正常情况下是有少量积液的起润滑作用 如果积液量多了呢我们就称之为胸腔积液 嗯 就是本来这个胸腔当中啊它就是有水的 对 不是没水的 是少量的 对 这个水就是这个好水啊 它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起到润滑作用 润滑作用 水多了的话呢它就是一种病理状态了 这时候呢人的胸腔积液的少量水呢 吸收和排出是应该是起平衡作用的啊 如果呢人体回吸收的水少了导致胸腔积液过多的话 就是一种病态 人会产生一些症状的 嗯 会不舒服的 嗯 那像您说的会产生一些症状和不舒服 对 冰阳觉得会有什么样不舒服的感觉 你以前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啊 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啊 比如说我们深吸口气 平时我们都是浅呼吸 当我们呼的比较深的时候 会有那种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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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声音 这是你想象的吗 会和这个水有关系吗 嗯 胸腔积液产生以后呢 没有那么明显的呼噜呼噜的症状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比如说咳嗽 嗯 胸痛 胸闷 嗯 气短 还有发热 嗯 等等一些症状 哦 对 哎 以前那个我在医院看见过这种就是腹腔积水的人 嗯 就我看过一个男性啊 嗯 就是坐在这轮椅上 家人推着他 然后这个腹腔积水的时候肚子特别大 就好像马上要这个生产了的孕妇一样 它是腹腔积水会有外在的这样一个形状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胸腔积液会显得这上半部分特别的 那丰满 那是丰满吗 那不会的 胸腔积液和腹腔积液由于它发病部位的不同呢 嗯 它产生的临床体症也不一样的嗯 因为腹部呃皮肤比较松弛嗯 它可以明显的蓬隆出来 但是在胸腔的时候即使是大量的积液它也可以出现胸阔的轻度这么大 嗯 不会像腹腔积液那么明显 哦 也就是说从外形是看不出来的 对 那刚才是把外衣周起来能够看到两侧轻度的不对称了嗯 但是不会像腹腔积液那么明显的蓬隆出来有那像您说的我从外观看不出来 而且刚才您说了这个胸腔积液的人这几个症状咳嗽嗯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疼痛对 但这个对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你看咳嗽会不会是感冒啊 对 然后这个胸痛啊会不会是这个有一点这身体不舒服也很正常 所以外面又看不出来往往这种胸腔积液会不会被大家给忽视了呢 对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 很多胸腔积液的病人有的时候就因为症状比较轻微 没有及时就医嗯 当您出现我上诉说的那些情况的时候呢 就要想到有胸腔积液的可能 要及时呢到正规医院就诊嗯 看您是否得了胸腔积液 嗯 那王医生您看哈 比如说就我们健康在前帮经常关注很多种不同的疾病 是的 什么高血压呀 脑血栓呢 都跟这个年龄啊 还有身体状况啊有直接的关系 那这胸腔积液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年龄有关系吗 胸腔积液的病因有很多 咱们最常见的呢 根据病因的不同呢 胸腔积液可以分为肾出液和漏出液 嗯 就是分类哈 对 那么肾出液呢 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 它呢主要建于结合性胸膜炎和胸膜的恶性肿瘤 这两种疾病是最常见的 嗯 发生胸腔积液 它的比例呢大约在80%左右 嗯 80%左右 对对对就是这两种疾病 占肾出性胸腔积液的比例大约达到80% 嗯 所以说在肾出性胸腔积液里面 对于结合性胸膜炎和胸膜恶性的肿瘤 嗯 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看这个这个胸腔积液最后检查的 到底是不是恶性的肿瘤 对 有可能如果是癌变的话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可能是我们最开始简简单单的一个胸痛 胸闷咳嗽最后演变为为这样一个胸腔积液之后会检查出来 比如说癌变的话会可能危及生命或者最后造成可能会死亡是吗 对对对 因为胸腔积液呢症状比较轻微 但是呢不能忽视 一旦发现有上述症状的时候 嗯 及时到医院就医呢 要通过什么检查呢 一个是胸部S光片 嗯 还有呢是胸部CT 还有呢就是胸部超声 嗯 通过上述检查呢 对人体是否有胸腔积液 胸腔里是否有积液呢 嗯 就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嗯 如果您确实确诊有胸腔积液的话呢 那首先呢就要明确病因 刚才我说了就 是肾出液啊 还是漏出液啊 首先要明确胸腔积液的性质 好 然后呢针对它的性质 它的病因进行治疗 嗯 刚才呢这个王主任说了哈 应该针对它是否是肾出液 还是漏出液 是的 要进行明确的诊断 那如果呢电视机前的您 关于这个胸腔积液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老师刚刚讲了说这个胸腔积液的分类啊 有这个肾出液和漏出液啊 那老师刚刚也讲到了这个胸腔积液的原因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一些关于胸腔积液的原因方面的一些问题 怎么就积液了呢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形成呢 嗯好的 这个胸腔积液呢 一个是肾出液 一个是漏出液 一个是漏出液 主要是这两大类 嗯 那么肾出液常见的原因呢 胸膜腔的各种感染 嗯 第二个呢 就是胸膜的恶性肿瘤 嗯 各种感染性疾病呢 最常见的就是结合性胸膜炎 嗯 肿瘤性疾病呢 最常见的一个是呢 其他别的部位的胸膜转移 出现胸腔有积水了 嗯 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胸膜本身发生癌变了 嗯 它也会产生胸腔积液 主要是鉴于这两大疾病 嗯 那么出现胸腔积液以后呢 如何确诊 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呢 这时候呢 就要进行相关的检查 最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首先 要把这个胸腔积液抽出来 化验一下 嗯 经过各项检查 嗯 咱们大约是60%左右的胸腔积液病人 是能够得到明确诊断的 嗯 但是呢 仍然有40%以上的病人 不能明确诊断 嗯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临床上呢 称之为不明原因胸腔积液 啊 还有不明原因 对 对 这时候呢 就要进行 啊 进一步的检查 单存靠抽胸水化验 就是去不了诊了 嗯 这时候就要积极的进行 下一步的检查 嗯 刚才王主任说到了一个检查哈 嗯 提到检查 很多朋友可能就要担心 哎呀 它会不会疼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如果一旦得了这个胸腔积液的话 这到医院之后 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今天王主任也是特别准备了几张图片哈 咱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请导播老师帮忙切一下 现在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内科电子胸腔镜 老师在您身后 嗯 但我感觉这么多的仪器啊 哎呦 这好像要上行的感觉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老师之前说 除了这个S光片之外呢 可能还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电子胸腔镜 对 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电子胸腔镜 究竟是如何的进行检查的呢 这个呢 是一个电子胸腔镜的示意图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它的静体 它前端呢 有一个可以上下弯曲130度的 可以上下弯曲130度 这样呢 使它检查范围特别广泛 不至于遗留盲点 哦 这个是它的那个活检钳 这是它的活检钳 嗯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那个 这个是它的那个 这个是它的毛刷 嗯 这个是它的活检钳 活检钳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活检钳 啊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那个戳卡 什么叫戳卡呢 也就是穿刺引流管 穿刺套管 嗯 这个穿刺套管 就是说进入胸腔以后 把管其实撤出来以后 它是引导镜子进入胸腔的 嗯 这个是它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我们检查的一些工具 是吗 对对对 不明原因胸腔肌液呢 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不明原因胸腔肌液 通过抽胸水化验 确不了诊的一些 胸腔肌液病人呢 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嗯 那做什么检查比较好呢 目前来说呢 通过那颗电子胸腔镜 进行胸膜活检 是对不明原因胸腔肌液 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 嗯 我会看下一张图片啊 这个就是在这样一个检查 当中进行的一个操作了 对对对 这个呢也是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胸腔镜 通过胸臂进入胸腔的一个示意图 这个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 这个胸腔镜啊 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切口非常小 嗯 1.5厘米左右 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 是一个局部麻醉的小切口 嗯 它进入胸腔以后呢 前端可弯曲的部分呢 可以上下旋转 这是要对侧胸臂进行胸膜活检 哎呦 嗯 其实看完这些工具 我怎么感觉好像做这手术有点不太感 对 这之后就是正在操作当中 就可以实实的看到图像 这个是我们树中操作 在手术时进行的一个操作图 嗯 哦 这个是CT了 对对对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呢 这个患者呢 是右侧出现了胸腔肌液 哪部分是肌液 我为什么看不懂 啊 老师给我们讲讲 对 这个正常胸腔呢 咱们可以看出 这个左侧是正常的 嗯 这个白色的部位呢 密度比较高 这是一根一根的肋骨 嗯 肋骨内侧呢 是均匀的黑色的 嗯 所以它没有别的遗场 嗯 这是正常的 嗯 而这张的图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的肋骨 一个一个 内侧呢 会看到一圈灰色的东西 灰色的啊 包绕着胸腔 嗯 这个呢就是胸腔肌液 嗯 这个两侧一对比 就能看出来 右侧有明显的遗场了 嗯 右侧胸腔肌液 嗯 这个就是 嗯 这种CT上 对对对 看出来了 这个呢 那么就是说 出现胸腔肌液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 那颗电子胸腔镜检查 嗯 检查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定条件的 嗯 一个是呢 它是有实应症的呀 嗯 那什么实应症呢 就是说 嗯 刚才说的 首先一条就是 不明原因胸腔肌液 嗯 通过其他无创的方法 比如说抽胸水啊 嗯 各项检查都做了 但是也去不了枕 啊 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早期的浓胸 有的患者 出现早期浓胸了 嗯 特殊强调的呢 要是早期 嗯 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胸腔镜 来治疗 这是治疗 嗯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心包 嗯 总隔 嗯 还有隔肌的一些活解 嗯 第四个呢 就是肺癌呀 或者是胸膜肩皮瘤啊 想对疾病进行分期 嗯 看它有没有胸膜转移呀 能不能进行手术啊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呃 恶性胸腔肌液 还有反复发作的良性胸腔肌液 嗯 要进行胸膜固定 嗯 进行胸膜固定 嗯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一期和二期 嗯 那个自发性气胸的处理 嗯 也可以通过 内科电子胸腔镜 嗯 这个呢也是起治疗作用的 刚才王主任说了好多啊 就是如何治疗 如何诊断 如何用CT检查 如何用这个胸腔镜来检查 嗯 其实作为这个电视线员的很多观众朋友 听完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 就觉得一旦得了这个胸腔肌液之后 还是一个非常比较麻烦的疾病的 那到底这个什么人会容易得这个胸腔肌液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还是非常的好奇 那如果呢您对这个胸腔肌液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老师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你说为什么就有些人他就容易得这个胸腔肌液呢 就首先他是跟生活有关系 还是因为他得了什么样的疾病 然后才得了这个胸腔肌液 有一些人哈可能就要问问题了 你说我天天都得喝水啊 我是不是因为这水喝的太多了 然后排泄不掉才得这胸腔肌液 宇宙喝水多有没有关系啊 与喝水多是没有关系的 咱们正常人每天都要进入一定量的水 这个是生理需要 它不会产生胸腔肌液的 胸腔肌液呢是一种病理现象 是一种疾病 往往和什么有关系呢 那咱们先说一下肾处业 肾处业最常见的是结合性胸膜炎 那结合性胸膜炎呢 它是由于结合菌感染人体以后 才发病的 所以说呢 它的病因很清楚的 是结合分支感菌的感染 细菌感染了 然后发炎了 然后就得这个积水了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也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 结合性胸膜炎导致的胸腔 胸腔肌炎呢 它是结合病的一种类型 它是一种结合病 对 它的病因和其他身体部位的结合病 病因是一样的 都是由于结合分支感菌感染 引起的 那么恶性肿瘤导致的胸腔肌炎 它的病因呢 也很明确 就是因为全身其他别的部位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肺 得肺癌了 容易出现胸膜转移 那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胸腔肌炎 那还有身体其他别的部位 得恶性肿瘤了 转移到胸膜 也可以出现胸腔肌炎 再有呢 最主要的一种类型 就是胸膜本身 胸膜本身患恶性肿瘤了 就出问题了 对 咱们一般医学上叫 恶性胸膜肩脾瘤 就是胸膜本身还能有癌症是吗 对 其实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胸膜本身的癌症了 但是我们医学上叫胸膜恶性肿瘤 它也有分什么肩皮瘤 最常见的就是肩皮瘤 然后呢 它也会出现胸腔肌炎 那这回明白了 就是都跟这个疾病是有直接关系的 都是发病了以后 它才出现胸膜的一些改变 出现肌炎 那么出现胸腔肌炎以后呢 刚才讲的是它的失应症 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种微创的检查呢 因为这个内科电子胸腔镜呢 是一种微创的操作技术 为什么说微创呢 因为它与抽胸水化验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床伤的 床伤很小 局部麻醉 所以叫做微创 那么它也有一些紧记症的 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 哪些病人不适合呢 比如说胸膜腔避塞 就是没有胸膜腔了 因为这个镜子进的是胸膜腔 要进入胸膜腔进行检查 如果你没有胸膜腔了 这个镜子呢 没有空间 它是进不去的 这种情况呢 是绝对紧记症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胸腔严重粘连 有胸腔积液了 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导致胸腔粘连 粘连得非常重 它这种粘连也是因为疾病导致的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也不适合做胸腔镜了 那它相对的一些紧记症 刚才我说那两点是绝对的紧记症 还有一些相对的紧记症 比如说有一些出血性疾病 比如说血小板特别低 如果是做胸腔镜呢 可能会出现出血 输中出血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极度虚弱 这个患者太虚弱了 都没法做 对 它耐受不了这项检查 但是王主任听您这么说哈 其实做这个胸腔镜手术 还是最直接的 又是最微创的一种方法 那像您说了 出现这么多情况 都不能用这个方法 还能用什么方法吗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您对这个胸腔基业 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积极的参与 我们的节目互动 那一段广告之后 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 向我们提出问题 我们也能够为您答一解惑 好的 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由龙氏新闻法制频道 每天上午的9点15到10点15 为您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 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我们来帮 大家好 我是冰阳 我是小陈 继续今天我们的话题 关注胸腔基业 都说身体当中水的含量 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有一些女生说 今天我肚子疼了 男朋友说多喝点水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都跟水有关 但是如果水多了的话 可能就有影响了 那就是胸腔基业 而且不光是多 今天水它也不是好水 不是好水 是一肚子的坏水 放在这个胸里的这些坏水 今天我们这个老师 就是要治水 治水 治理胸腔当中的 王主任一下变成大雨了 是吧 就要治水 其实健康在线帮一直以来 都是网络和电视同步直播的 没错 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朋友 也对于胸腔基业提出了问题 现在就已经在线了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王主任和这位患者 你好 现在您可以提问了 你好 主任你好 你好 我是一名患者家属 然后我家患者 在一个多月之前 出现胸痛 然后还有咳嗽和发烧 这种现象 我说活动之后 伤不来现 这种现象特别严重 然后在我们当地医院 也给了香烟药 也点滴了香烟药 然后也抽了胸嘴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医生建议我们 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像类似于这种情况 就是他需要做那个胸腔剂的这种检查吗 来确诊一下 你好 我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首先呢 你得明确胸腔基业是什么原因 就是当地医生是不是给你了一个明确的诊断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是已经明确病因了 那就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就不需要再做胸腔镜了 除非想做胸腔镜呢 是说想通过胸腔镜进行进一步治疗的时候 还可以再做 如果是你病因不明确 就是说在当地抽胸水了 也化验了 但是呢 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的 没有确诊 那怎么办呢 可以考虑做胸腔镜 进一步明确诊断 然后呢针对病因进行下一步治疗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主任 这位患者听明白了哈 好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全家人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刚才是针对于 好的再见 这位患者进行了一个总结 您给他了一个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建议 首先要进行明确的一个确诊 对吗 对对对 首先要确诊病因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胸腔基业病人呢 通过抽胸水化验是能够定诊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抽胸水各项化验检查都做了 感觉病因不明 这个时候就要及时进行下一步检查 因为呢 盐污诊断以后呢 导致胸腔粘连较重 如果再做下一步检查的时候 会受到影响的 其实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 对对 如果有水进的话 其实我们正常是需要这些健康的这个水存在在胸腔当中 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当出现身体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就排泄不掉了 对对对对 等于说我们这个循环出现了问题哈 就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就像我们这个冲水的这个马桶 对是不是堵塞了 对 结果这水排不掉了 那有些患者说了 你看我这胸腔积水啊 抽了一次 这还涨啊 我这水肯定是有啊 首先我也得喝水 身体当中也有水 那为什么我抽完了之后 然后我以后还涨 还有这些这个积水 是不是反复都容易抽不掉呢 不是这样的 还是得根据是什么原因来的 胸腔积液 首先要明确病因以后呢 要对病因进行治疗 大部分胸腔积液 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治愈的 如果没有明确病因 就盲目地抽胸水 反复抽胸水 可能有控制不住 因为病因没有解决 病因没有控制 所以说呢 凡是有胸腔积液的患者呢 不要盲目地抽胸水 觉得这个胸水抽完了 胸水通过引流管放出去了 哎呀非常舒服 也能上了气了 也不咳嗽了 也不发烧了 感觉这病就好了 其实不是这样 胸水放出去了 很简单 插个小微管就放出去了 对 但是呢 如果不明什么原因的话 它过一段时间 还会再出现的胸水 所以说胸腔积液的病人 不能单纯把胸水引流出去 就完事了 所以一定要确诊 要知道是什么原因来的 然后呢 要针对病因进行控制 这样呢 才能导致它 才能起到 就是不复发 不再复发了 不再出现胸水了 从病因上 根本得控制它 这样才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个炎症 癌症和肺结核 如果不给它一个治愈的话 这个水 不管你怎么抽 还会一直会有的 对 是吧 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老师在之前当中 也讲到了这个结核 是不是 对 如果这个如果是渗出水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结核的话 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 联想到就是传染 对不对 对 以前就是都说这个结核病特别的吓人 然后呢 像以前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一提到 比如说这人得了肺牢 肯定不能跟这个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或者说一定要进行这个分碗 分化 对 那像您说的这个胸腔的这个基液 又跟这个叫肺牢肺结核有关系的话 它具有传染性吗 单纯的结核性胸膜炎 出现胸腔基液是不传染的 除非它同时合并有肺结核 即是既有胸腔基液 肺子又有结核病变 这时候呢只能说有传染的可能 也不一定说得了结核病都传染 它也根据具体的情况 只是有可能 可能性还不是特别大 对 就是说得看它肺结核病人 他谈理他有没有结核菌 你能查到结核菌了 从谈中查到结核菌了 说明它有传染性 就有传染的可能 如果很多结核病人他都不咳嗽 不可谈 而且呢 谈中也查不到结核菌 这时候即使是他得了肺结核 他也没有传染性 是啊 你看这个小小的一个可能咳嗽 胸痛胸闷 就可能是这个肺部积水的一个表现 而肺部积水呢 有可能就是这个癌症啊 结核啊 炎症啊 等等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如果是有肺部的不舒服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 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和了解 这个去诊断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 关于肺部的疾病 尤其是今天我们主题这个肺积水 相关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一位这个患者朋友又在线了哈 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 你好 然后呢 对 把这声音大一点 有点听不清他说话 是啊 对 你好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哦 这个 是 网友信号不好 是因为音频的信号不太稳定 您现在这个话筒没开 您再调整一下 信号不太好 那我们一会再连线 那我们导播可以把这个信号暂时的切走 我们在这位网友会有什么问题 尝试啊 那老师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不太有点困惑的问题 就比如说像刚刚这位 第一次我们连线的这位朋友 他说他是他这个亲属 如果在比较 比如说偏僻的一些山区 或者说偏远的一些地区 那里的卫生环境啊 卫生条件 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完善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患者得了这个废基水 但是以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等等呢 并不能够很好的去进行诊断 甚至是治疗 那如果胸腔肌液处理不当 会引起其他的哪些病症呢 这个胸腔肌液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 首先呢导致症状上的加重 比如说原来的咳嗽啊 胸痛啊 胸门气短发烧啊 导致症状上的加重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可以导致胸腔粘连加重 这个胸水在胸腔里存留时间长了 没有及时抽出来 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会导致胸水呢 粘连比较重 胸膜腔呢 纤维化特别明显 导致粘连比较重 这样的话呢 为下一步的检查呢 就留下困难了 就是胸腔就很难进入胸腔 还有一点呢 就是根据你原发病的不同 如果你没有及时确诊的话 它会导致病情的加重 比如说你患的是结合性胸膜炎 由于你没有及时确诊 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会导致其他别的部位 身体其他别的部位 也会出现结合病 比如说原来你是结合性胸膜炎 胸腔肌液 后来由于炎误治疗呢 出现肺结核了 或出现其他身体别的部位 比如说脑膜炎 肾结核 骨结核 全身除了毛发和指甲 每个器官都可以得结合病的 所以说胸腔肌液耽误不得 一定要及时马上的去进行治疗 对 如果是由于恶性肿瘤来的呢 那你这个胸腔肌 也没有及时确诊治疗的话 会导致他全身转移的 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 好 现在刚才那位朋友又重新进行连线 你好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好 这回好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和王主任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此时此刻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面对面的和我们的医生进行询问了 你好王主任你好 你好 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我家人吧 他现在就在住院着呢 然后他就是 就是医生就是说 他就是有这个就是胸水 都已经抽了两次了 然后还说他有什么内部增厚 你觉得就是像这种情况 可以做就是像你刚才说那种胸腔镜技术吗 这种情况呢 和上一个家属的问题呢很相似 这种情况首先要明确病因 如果是说你抽了两次胸水 医生说病因不明 没有确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来的 那么呢下一步可以选择做内科电子胸腔镜检查 但是就是我想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胸腔镜技术 他这个术后恢复得有多少时间呢 他能正常的工作吗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特别好 下面呢我也想说这个问题刚才 因为这个胸腔镜啊它有一些紧急症的 刚才我说了一半 就是说身体特别虚弱的 有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 剧烈的咳嗽不能平躺 刺激性咳嗽 这个都不适合做的 那如果适合做的话呢 像你这种情况不能确诊 如果适合做的话 做完以后呢 他一般的一周以后就可以拆下 把管可以出院了 就等到病理结果看看是什么 有的时候一周之内病理结果就出来了 有的病人呢 可能病理呢要稍稍延迟一些 所以说它是一个微创性的检查 微创性的检查 术后呢患者都可以 就是自己都走回来的 这个不用什么卧床 这都不用的 但是呢 它涉及到术后要放一个小的引流管 放一个引流管 这个引流管要根据你术后肺子的膨胀情况 比如说里面的水引流的什么情况啊 气儿引流的什么情况啊 如果是很快水和气儿都引流出来了呢 那这个管呢 也容易很快就拔掉的 如果拔了管以后呢 就可以出院回家等着结果了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 对 就是也不会影响他工作 那我知道了王主任谢谢您 哎不客气 哎呀好的再见 好嘞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哎再见 我觉得刚才他问题提的特别好 对对对 就是做完这个检查或者住完院之后 以后会不会影响对生活和工作 对对对对吧 对因为这个内科胸腔镜 它是一种微创性诊疗技术 它的病化症非常少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化症的 它的病化症呢都是很轻微的 比如说树中少量出血 还有呢皮下气肿 还有疼痛 这些呢经过处置对症处置 都可以缓解 甚至都不用对症处置 过个一两天都会好的 有的患者呢 由于进手术时的时候 由于高度紧张 会出现有点心率增快 有 血压升高 这些经过安慰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 没有太严重的病化症发生 明白 刚才您提到了一些这个检查和治疗的方式 胸腔镜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的一个方式 这里边做手术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 究竟胸腔基业老师说的 有不同的分类 有不同的这种病变 甚至是癌变 那镜下的胸腔镜 究竟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呢 接下来通过大屏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画面可能会引起稍微的不适 如果您觉得 但是还好 看上去会不舒服的话 您可以把眼睛稍微眯一下 然后听声音就可以了 请大屏老师帮忙切一下图片 来 咱们看看这个胸腔镜下是什么样的 老师可以根据这样的图片我们讲解一下 这幅图呢 就是胸腔镜的镜下所见 这个上面这个呢 也可以看到 进入胸腔以后 可以看到胸膜腔 胸膜上长了一个结解 这个是结解 对 黄白色的结解 这幅图呢 是可以看到 B层胸膜呢 就是类似于地图样的 黄白色的 类似于地图样的胎状物 这些都是一些病变组织 咱们看到这样的组织以后呢 就要用胸膜活检前针对这样的病变进行活检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活检前进入胸腔对胸壁进行活检 这个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一个黄白色的 这属于采样 然后采样去进行去检验 对对对 看到这个病变以后呢 因为胸腔进入胸腔非常直观 非常直观 非常清晰 有没有病变 有什么样的病变 在什么位置 大小啊 性质啊 就是一目了然 所以这时候呢 发现病变以后呢 就要用活检前针对病变进行活检 这个就是树中活检前的示意图 然后这幅呢 就是活检以后呢 通过做病理 做病理检查 然后呢 这是病理的静下所见 可以进行确诊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实就看这些 我们是看不太明白的 但是您从左边的这两幅图当中 它是不一样的疾病 对吗 上面是长了一个结结 是在什么位置上长的结结 它这是在B层胸膜上 在胸膜上长的结结 咱们胸腔镜就是进入胸腔 要对整个胸膜 B层啊 脏层啊 总折胸膜 还有隔肌的胸膜 隔顶的胸膜 进行观察 那为什么会在胸膜上长结结呢 人的胸腔是一个立体的 镜子进去以后呢 要对整个胸膜进行全面系统的观察 不能遗留任何地方 那刚才您说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胸腔会长结结 这是什么病呢 对 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病因 它会有不同的静下表现 像这两幅图呢 都是胸膜恶性肿瘤的表现 胸膜恶性肿瘤 对 对 对 长的这个结结 一个是呢 就是说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再一个呢就非常弥漫 面积就非常广泛了 这个 这都是不同的病人 不同的病人 但是呢 这三幅图呢 都是经过病理证实了 明白 对 都是恶性肿瘤 胸膜恶性肿瘤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呢 是一个结合性胸膜炎的 镜下所见 这个和上一个呢 有所不同 这个可以看到呢 它胸膜腔呢 以黄白色的浓胎为主 对对对 这是一个结合性胸膜炎的 典型的镜下表现 你看这个浓胎都非常厚了 这个浓胎都非常厚 这个也是这样 浓胎也非常厚 这个也都是经过病理证实的 它是一个结合性胸膜炎 就是结合性的和恶性的 经过镜下所见呢 有一些非常典型的 是可以直接就能看到 就能确诊的 大体上就能观察到 它应该是结合来的 还是恶性肿瘤来的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要靠病理来证实的 明白 一张一张图片 其实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 这些都是不同的这种 胸腔肌液的病人 所表现出来的 这个胸腔镜 所看到的这张图片 这其实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些不良的习惯呢 有很多 比如说抽烟喝酒 包括这个不良的作息 等等一些不良的饮食 都有相关的这些关系 甚至是关联 那一段广告过后 让我们今天的老师专家 给我们讲一讲 这胸腔肌液究竟应该 患者应该如何的去健康饮食 作息 怎么样去术后的去保养 一段广告过后 我们继续 好的朋友们 欢迎回来 您现在看到的 这龙式新闻法治频道 每天上午的9点15到10点15 为您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 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 我们来帮大家好 我是冰阳 我是小陈 继续我们这个胸腔肌液的话题 是的 现在我们有网友已经是在线的 等待着跟王主任进行连线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主任和这位患者 好了 您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进行咨询了 对网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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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一阵吧 就一直就发烧 然后咳得胸闷 然后在我们的当地的医院 说是什么 叫解核性胸膜眼 然后在那一直打针 吃药 也没怎么见好 然后现在还 时不时的还发烧 胸闷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就咱这个技术能帮我再次确诊 因为我已经有点怀疑了 然后怎么能解决一下这个症状呢 就反反复复的结核性胸膜炎 对 你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可以到综合医院来进一步确诊 首先就是你怀疑这个诊断呢 那就可以进行再次的抽胸水化验一下 完善各项检查 看看呢 到底是不是结核性胸膜炎 如果是呢 那就要规范的按照结核病去治疗 如果不是呢 那就要查明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通过抽胸水化验呢 去不了诊 那你可以选择内科胸腔镜 进一步检查 明确诊断 然后呢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听明白的吗 它通过这个胸水化验是正常的 对吧 抽胸水进行化验是正常的 对对对 首先胸腔剂 第一步呢 要选择抽胸水化验的 抽胸水化验如果去不了诊 那可以选择进一步的胸膜活检 那它这个结核性胸膜炎 本身这个疾病是容易反复的吗 不是的 其实结核性胸膜炎 也是结核病的一种类型 它如果经过规范的治疗 是不应该总反复的 所以现在这位女士 她出现了反复 总发烧 有可能在诊断上还需要更加明确一下 不一定就是这个结核性胸膜炎 对对对 诊断需要进一步明确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诊断明确了 确实是结核性胸膜炎 那就要看她的治疗是不是很规范 好 这位女士您听清楚了吗 您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赶紧到医院再详细的确诊一下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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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 这个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上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位观众朋友说 有胸腔肌液的症状 抽肌液的时候呢 又没抽出来 连脚都肿了 胸闷身体不舒服 当地医生不能确诊 我这个该怎么办 抽了 抽不出来呀 这怎么可能 积液应该是液体的 怎么可能抽不出来呢 这个呢 就得在超声引导下 首先要做超声 看一下胸腔里面 是否有胸腔积液 第二呢 要看这个胸腔积液的量得多少 有的时候太少的胸腔积液 是抽不出来的 对 如果是说能抽出来的话呢 尽量抽出来 也可以选择在超声引导下 把这肌液抽出来 这个要到那个专业的医院 去进行检查 抽出来以后呢 才能明确病因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那他现在就是说没抽出来呀 但是他的这个脸和脚 都已经出现肿胀了 那为什么肿了呢 这个要查明 全身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如果伴随着胸腔 胸腔积液的时候 伴随着脸啊 脚啊 全身肿胀 这时候要看一下 全身有没有其他疾病 比如说低蛋白血症啊 性功能不全啊 性功能不全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疾病 那如果积液时间长了 会出现这个低蛋白血症呢 它往往都是由于低蛋白血症 出现胸腔积液 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对对对 所以说有胸腔积液了 反复出现的时候 也要检查一下全身的状态 看看全身的一些营养状态怎么样 有没有心肝肾功能不全的一些其他疾病 好 因为有朋友问了 他说这个胸腔积液的饮食 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胸腔积液呢 还要是根据病因的 如果是上述说的低蛋白血症来的 那当然要高蛋白饮食啊 比如说奶肉 蛋 鱼 豆制品 这些要吃一些高蛋白饮食 补充蛋白质 使你身体内的蛋白量升高了以后呢 胸腔积液能够缓解 关于这个蛋白 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残蛹 它的这个含蛋白量特别高 所以有一些这个低蛋白的患者啊 每一天都保持吃至少五个残蛹 是吗 是这样吗老师 可以的 很多患者就认为吃残蛹呢 会导致那个蛋白升高 对补充蛋白有好处 可以的 可以 但是呢 其实是应该选择呢 营养丰富一些 不能单纯的依靠残用 好 其实鸡蛋的蛋白质也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 来看这位观众朋友 他说了胸腔肌液检查有三个数据 2800 50% 他说想问问这个50%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这两个数据代表的什么 估计自己看这个患炎报告单没看明白 想问问 老师您单从他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描述 您能判断吗 他那个是什么患炎单呢 2800 50% 他就说是胸腔肌液检查 然后有这两个数据 他还说的不太明确 对啊 就只是给了几个数字 没说是哪个 做的什么检查 没说 是不是没法判断了 对对对 好这位网友朋友 如果您还想问这个问题的话 麻烦把您这个报告单说的再详细 或者您干脆直接拍个照片发过来都可以 可以的 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他问了 想问一下老师 胸腔肌液这个病应该如何预防 如果家里有类似的病人 又该怎么去护理呢 其实胸腔肌液是一种临床常见病 特别是在内科 是非常常见的 它和其他别的疾病是一样的 它的预防呢 就和平时的预防保健也是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 还说结合性胸膜炎 那么就和预防结合病是一样的 比如说远离有传染性的结合病人 第二呢 环境要定时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 第三个呢 平时要增强体质 积极地锻炼 消除那不良嗜好 比如说吸烟啊 酗酒啊 熬夜啊 这些导致免疫力低下的一些因素呢 你都要消除 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 就容易患这些疾病 那么恶性肿瘤也是这样 比如说恶性肿瘤来的胸腔肌液呢 那就是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一些因素 比如说那个成年人的恶性肿瘤 往往是和 也是和这个大量吸烟呢 和一些那个 有些环境污染呢 和一些接触一些特殊物质啊 都有关系的 所以说就是平时要注意自身的保健 再一个呢 积极地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这样才能取得预防的作用 其实之前我也看到过 一篇报道 就是这个有的年轻人 特别喜欢去网吧 然后彻夜的在网吧里 这包熊打游戏 结果呢 就得了这个胸腔肌液了 老师你看这年轻人 也能得胸腔肌液 是不是跟他这种 比如说休息不好 在一个网吧 彻夜在里玩 熬夜空气也不好 空气也不好 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这个呢 是有直接的关系 年轻人换胸腔肌液 往往就都是结合性胸膜炎的 可能性大一些 年轻人的胸腔肌液 结合性胸膜炎 占很大的比例 那么结合性胸膜炎呢 它这种疾病的发生呢 就和它平时的生活规律有关系 就比如说 您刚才说的 总是熬夜 上网吧 然后吸烟 饮酒 活动量太少 也不积极地锻炼身体 然后呢 在密闭不通风的地方呢 经常就是说 一待很长时间 空气不流通 这个时候都容易呢 激发呢 结合菌的感染 好 如果电视前您啊 对于这个胸腔肌液 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您长时间的 这个出现咳嗽 或者是胸痛 但是却查不出原因 那欢迎您拨打 我们的健康热线 来向我们进行咨询 大家看这位朋友啊 他就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总是呢 不定期的左边心前躯疼痛 特别容易感冒 然后呢 想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 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双侧肌液啊 嗯 一年多的时间了 老师 嗯嗯嗯 如果是双侧胸腔肌液 如果能抽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胸水抽出来 化验一下 嗯 因为双侧胸腔肌液呢 它也有很多原因的 就比如说 他心前躯疼痛 那要根据这个患者 多大年龄了 有没有心脏疾病的病史啊 甚至有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病 病史啊 嗯 如果有心脏病 或者糖尿病 这样的患者呢 如果出现新功能不全的话 容易合并有双侧胸腔肌液 哦 所以说 他这个肌液出现了以后呢 一定要抽出来化验一下 嗯 它到底是一个肾出液 还是漏出液呀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嗯 要查明病因 嗯嗯 所以就是说 想确诊自己这疾病啊 不能凭空的 在家自己的这个猜想 对 一定要到医院去 明确的诊断 把它化验一下 才能知道 对对对 说到这个病史呢 这有一位朋友问了 他说 呃 这位病人呢 曾经患有糖尿病十余年 一直在用中药进行调理 嗯 那半个月之前呢 病人就感觉胸闷 啊 食欲不振 上不来气 去医院X光检查 发现 左胸的这个肺部充满了肌液 抽液化验呢 两次胃削癌细胞 皮下注射结合菌速针 也没有见这个结合表现 第一次这个抽胸腔基液的600毫升 第二次呢 就是抽胸腔基液是1200毫升 中间隔了两天去做这个B超检查 基液又达到了原来那么多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啊 这位朋友的情况呢 首先要明确 他这个胸腔基液是一个肾处液 还是漏处液 因为胸腔基液呢 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是肾处性胸腔基液 一个是漏处性胸腔基液 像他这种情况 如果有糖尿病病史的话呢 我感觉漏处液的可能性大一些 但是建议他呢 还是呢 把胸基液呢 抽出来化验一下 以化验结果为准 如果确实是个漏处液的话 那要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积极的治疗原发病 比如说他是由糖尿病来的 糖尿病导致的心脏病啊 心功能不全 出现胸腔基液了 那还要针对糖尿病 心脏病进行积极的治疗 这样的胸腔基液呢 才能有可能吸收的 好 来看这位患者啊 在我们平台上发来问题 27岁一个女生 她说呢 一开始 就是感觉这个后背疼 没太在意 一直以为是累的 后来突然发烧了 39度到39.4度 哎呀 这温度还挺高的 打的退烧药和消炎药 打了四天 停药两天之后 后背疼 这个明显的减轻了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 是胸腔基液 现在打了三天的消炎药 还是还是疼啊 而且伴有低烧 37度8左右 想问问王主任 这个什么情况 他这种情况呢 我也建议他到医院 去检查一下啊 根据你胸腔基液的量的多少 如果能抽水的话呢 尽量把这个基液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呢 进行化验检查 明确一下基液的病因 然后呢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你看他温度这么高 39度4 是因为有基液 导致他发烧吗 对 那他这种情况 肯定是由于基液来的 胸腔基液的病人呢 千万不要 一发烧了 我就消炎治疗 有 然后呢 我也不管这个基液量的多少 我也不抽胸水 我也不查明什么病因 这样是不可以的 对 这样呢 容易一误病情 对 所以说 奉劝咱们大家呢 就是一旦有症状了 怀疑有胸腔基液了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呢 积极地检查 如果确实是有胸腔基液 那尽量把它抽出来 哪管是少量的基液呢 能抽也要尽量抽 如果不能直接抽呢 也要在超声或者吸体引导下 把它抽出来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及时明确病因 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其实不做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们都不知道 还有胸腔基液 可能会引发这个39度多的 这个高烧一说 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身边有很多朋友 一发烧39度多 以为是感冒发烧了 赶紧去打这个点滴 打消炎药 结果就掩盖病情了 对对对 就是足以证明 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 还是不高的 对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应该是赶紧到正规医院 选择呢正规的治疗 讲基液抽出来化验一下 明确病因进行治疗 如果是说耽误了 时间长了 胸腔粘粘矫重呢 一个是耽误病情 再一个呢 还想做进一步的检查的时候呢 就没有机会了 或者是检查效果也不好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 有胸腔基液的朋友 在电视机前的 还是毕竟是少数 对吧 如果有胸腔基液的朋友 在电视机前的话 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我相信老师也会给这些患者一些建议 那更多的朋友 我相信是这个没有胸腔基液的 但是一听到这 如果是可能简简单单的一个咳嗽 胸痛胸闷 就会造成甚至是癌症 甚至是很严重的炎症 或者是结核类的一些疾病 相信大家都对这样一个胸腔基液 是重视起来了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 去做相关的检查 在这里老师有没有 最后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平时 你看平时您是主攻 我们的肺部的 对不对 像我们一到入冬的时候 就可能空气不会特别好 我都戴了一冬天的口罩了 接触到什么二手烟 三手烟 肺部正确的一个保养 能不能用最后的一分钟 给我们广大的朋友们来普及一下 好的 那肺部保养 确实是还是在日常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养 远离疾病 那么我提醒大家 给大家好的建议 就是平时远离一些 有传染性疾病 有肺部疾病的病人 比如说他正面咳嗽的时候 你要离他一米以外 另外一个 对 另外一个 要远离一些不良的环境 比如说空气污染太重 特别污浊的环境 密闭不通风的环境 第三个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 要增强体脂 自身要加强锻炼 这样你才会远离疾病 那在吃方面 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 吃的方面 营养均衡 对 要加强饮食营养 均衡膳食 合理搭配 其实大家平时呢 在这个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 也可以 这关注一下 其他周围人的健康 这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预防一下 好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订阅